一百位文艺名家 一百名文艺新秀 江苏启动文艺名师代徒计划 通过师徒传承的方式 培养扶持文艺英才 青蓝相继 新火相传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一江南栏目 关注这一百对师徒 展现人物风采 进入文化传承 她是燕灵 当代江苏邦子主要代表人物 她是吴燕 江苏邦子青年演员 她们是一对师徒 我对她我觉得还是用心最多 教的时间最长 毫无保留的 全部都交给你 所以我们俩就是无话不谈 从生航到淡诀 点滴传承 相伴近三十载 他们携手同行 本期以江南 走进江苏邦子 走进这对师徒 每当硬木邦子集结 中国戏曲最主要声枪之一的 帮子枪就已唱响 从西北 华北到中原 常以地名冠鱼帮子 称呼本地特色的帮子枪 一般风格粗犯 高康纪月 位于苏鲁玉碗交界处的徐州 也孕育出本土邦子 1960年 定名为江苏邦子 一称徐州邦子 2021年夏天 大型原创江苏邦子戏 母亲正在进行演出前的走台 即将呈现这台大戏的 是当代江苏邦子 最主要的演出团体 江苏省邦子剧院 演绎剧中主角 另一位淮海母亲的 是现任院长严玲 邦子戏对我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我小时候会经常听 我舅舅就是唱邦子女团的 我的母亲 我的父亲 包括我的舅舅 舅妈 哥哥 嫂子 都是从事这个的 从母亲里的烟链往前回溯 我们会看到 这是唱小声的烟链 这是唱花旦的烟链 这是演娃娃声的烟链 这是演刀马蛋的烟链 我很喜欢演这种英雄人物 特别是打就要一打起来 就非常鳞神 很有这个 你在台上打一下 就很有成就感 邵氏的烟链 在颇有习武氛围的 家乡徐州风险 报名参加武术队 八岁就开始练功 我也拿过徐州市的冠军 而自己所在的戏曲之家 还是促使他走进了黎元航 记得他有一次就说 他说我教你一段戏 我说我不想唱 想玩 我妈说不行 你现在我就要教你一段戏 我爸爸就拿个帮子 我妈妈就教我唱 教我唱 我一唱 他们就说唱得好 应该说我从唱 是我妈妈第一个启蒙老师 但从戏曲的身段武功来讲 是我哥哥 我家二哥 我的二哥 我很怕他 他对我很严厉很严厉 因为他是一个好演员 我哥哥在山东的经济团 当时他很火 我跟着他屁股后面 人家都会说 我哥叫海燕 海燕的妹妹 海燕的妹妹 那个小小不点跟着来了 我哥演出的时候在台上 我很小 我会知道给他端茶 他从这边下场了吧 我就赶快送茶 我知道他从哪边下场 因为我很熟了的戏 我喜欢看他的戏 我就端着水 跑那边就等他 一下上我又给他送水 然后他们就 哪个词说错了 我都知道 因为我看了太多了 我在台下就是 他们的小观众 跟他们最快乐的 就是看他们的演出 最不快乐的 就是我要练功 我小的时候练功 也是很能吃苦 但是也不说 每个孩子都想吃苦 我也不想吃苦 但是我没办法了 我选择了这个了 有一次 剧团就是开饭了 我特想去吃饭 但是我在他那个 大院子中间呢 就是就走那个串 他叫我走三圈 就那天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我就怎么都走不了三圈 把我哥气的 啪一会儿就下去了 哎呦我就一边 那个流泪哭着 一边还不敢哭声啊 咬着牙 哎 这鬼也管用 三圈走下来了 母亲的淡绝唱腔 哥哥的五声功夫 给了燕灵天赋和训练 使他日后得以成为一名 细路宽广的演员 历经的山东剧团 河南细巷 1985年 燕灵回到故乡徐州 进入当时的江苏省邦子剧团 打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 是在七年后的上海 从92年开始 每年都到上海大世界去演出 一去都是两个月 或者是三个月 到了那地方演出的时候 有一次个机会 看到我的老师 他们那个剧团的 上海困境团演 折子戏专场 当我看到我师父 当时演的《披山旧母》 一下子就特别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有斧子 有双剑 还有旋子 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 我有这个底子 因为我学过武术 看完我就给我们团长 说我说团长能不能 你去怎么样能让我认识这个老师 跟那个老师学这个戏 武淡的亮相 还要配上锣鼓 这样的话它就很有劲 被誉为昆曲武淡皇后的王之泉 接收了前来求学的燕灵 在演出之余 燕灵就前往上海昆剧团 跟王之泉学系 先教我剑花 从剑花开始学 当时我觉得很简单 实际上很难 因为它有一个双手的协调性 你做不好它就会剪花 那就是一个花一个花的学 在《大世界》演出期结束后 燕灵又乘火车 往返于徐州上海 继续从王之泉学习披山救母 大概学了有半年 把这个戏学会了 学会以后回家就练 实际上我是遇到了 我的师父王之泉以后 在我的艺术上 可能是上了一大步 昆曲的柔美 我把它学过来了 给邦子戏的这种 很粗犷的 很豪放的 这个剧种碰撞 结合起来 那就增添了邦子戏的可看性 漂亮 美 大家看了以后 邦子戏也可以这么美 通过我的师父 我拜师 我对这个领悟 是我最大的收获 一九九三年 在这种高度的角色 垮闺门弹 娃娃声两个行的 2001年 烟灵凭华山情仇 即折子戏的表演 获得第十八届 中国戏剧梅花奖 当华山情仇正在排练 烟灵的一句唱腔 触动了当时剧团里的一位年轻演员 出场的第一句 他演的三圣母 就是华山修炼 就这四个字 他唱得就特别特别好 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台下面学 我就怎么都学不会 他把你那个弯那样拐的 就他那个旋律给你唱的 就是说怎么很拿魂 进入剧团前 吴燕在西校学的是轻衣 那个时候对戏曲的认识 就是他们在舞台上 那种很美的那种 那就是小姐的形象 因为我也想那样美美的 而刚进团 17岁的她就面临行当的转变 团里根据行当需要 和吴燕自身条件 让她改唱小声 给她安排的老师是 燕灵 团长说了 我就有义务去帮她了 就要教她了 就从那时开始 我们就结缘了 我比她大 整整的一轮 大12岁 我们俩还是一个熟相 就这么好玩 吴燕的演绎之路 就从行当的转变开始 一点一点 从一个台步 从一个直 是她一点一点 又重新教我 她轻易地会 肯定会这样 会美一点 但是小声 你肯定要硬气一点 她也愿意听 愿意学 一句句地教她 给她扣她 剧团的传统戏 折色戏 她都会一点一点 去教你 我就一直跟着她 她演的每一出戏 我就会在旁边 在跨台上 就去看 她在台上演出的时候 我就会端着水杯 跟师傅对戏的时候 她那一个眼神 她这样一定你 我的那个心就 就会把你从戏外 带到戏内 其实我感觉 我自己已经是很用心了 但是她还是不满意 你怎么回事 她会饶你 许多话就饶 其实她也是一个 很细腻的一个女人 她会问你 生活上啊 哪里不顺心 或者是怎么怎么弄 都师傅喊我 燕子你来吧 来我们家吃饭 燕子你来吧 两位女性 在一个个或俊美 或文雅的男性角色间 传承唱腔城市 传递师生情谊 在燕灵的指导下 吴燕成长为团里的 青年小生主演 曾获江苏戏剧奖 红梅奖大赛金奖 慢慢就是走她的这种风格 能学习她的委婉 小的那种强弯 我的小生戏都给了她 她所演的这些 都是我演的 我主演的剧目 交给她了 全部都是毫无保留的 全部都交给你 所以我们俩就是不话不谈 后来我拜她为师的时候 我就非常非常非常感动 那天的时候 我们俩就抱头 就在那里哭了 真的 因为从17岁的时候 金团就一直跟着她 然后到拜师的时候 应该是我们都在一起 有20年了 我们俩那个眼睛 就对到一起的时候 就是她也 她的眼泪也是在这样 我也是这样 真的是不受控制的 2014年 吴燕正式拜燕灵为师 在江苏文艺 名师带图计划中 他们是百对师徒之一 在生行剧目传承的同时 燕灵也考虑着拓宽 吴燕的戏录 2018年 大型江苏帮子戏 母亲创牌上演 其后 燕灵将自己 对范大娘这一角色的唱腔 和表演心得 逐步传给吴燕 希望她能挑起这台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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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子戏母亲讲述的是淮海战役中 一位母亲和三个儿子的故事 母亲面对儿子的牺牲 忍受痛苦 毅然继续支持革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离开剧场的深夜 师徒还会继续交流 一台戏 就这样 在舞台上下 在边走边唱中 点滴传续 有一场演出 2021年夏天 帮子戏母亲 走进南京的高校 这次 燕灵决定 让吴燕出演上半场 自己出演下半场 她跟你同时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她演前半部 她演后半部的时候 她可能自身她有压力 因为师父在后边 整个的创作的过程 更加勇气 到了下半部的时候 她也会看老师 给她同样去塑的一个角色 老师是怎么塑料的 这个你比她在排练场上 可能更加勇气 转变和突破 而燕灵通过融会 昆曲及其他剧种 给江苏帮子带来的新意 也已影响了吴燕 和更多的年轻演员 全国三十一种帮子戏 很多 特别是河南帮子 就是玉剧 给山东帮子 还有一个安徽帮子 你们都那么相似 那你们的特点是什么呀 她的特色我说就是 既豪旺 既有她的豪放 这个高亢机遇 又有她的委婉信仪 这就是江苏的文化 所带给这个剧种的特色 日复一日的排练演出 他们一到 将邦子系带向观众 传播欣赏的种子 有他们为你们传播 咱们喜剧的知识 大家说好不好 帮子积结生生 呼应着一个剧种 一个院团的前行 名师带图 代代相传 为师徒情 为演绎人生 也为戏曲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